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玲 又我是馬二 鏡花先生 鏡姐 我現在看動畫的質重點已經慢慢轉移了 請問質重了在什麼? 鹹片那方面 質重了在這個所謂叫做什麼? 魔法戰爭史挑摸 挑摸給人 腳本是誰寫的? 今季有一些很久沒什麼出現過 那些劇本家都出來了 所以變成今季的重點 白花齊放 我覺得 我覺得 不是 我覺得是 有些感覺是什麼? 各位腳本家在授自己的閒 可以正面一點這樣想的 今季也有不少原創的動畫 這個一向都很開心 又看了原創的東西 但今季其實我覺得挺開心的 很多動畫都走不同的題材 我覺得是有意想不到的作品 因為過往其實你說很多所謂的改編作品 變成就是所謂的腳本監督那些也好 你只不過是被原作牽著走 沒錯 但你去到這些所謂的腳本家 就真的好看 你一開始你的目標就是為了做一套動畫出來 無論你對時間的分配 集數的分配 你都會根據動畫 你有多少集 你有多少時間 去表現你的故事 所以這些事情 老實說沒得爭 原作你都會說 原作已經三十幾期 可能二十幾期了 已經是 我可以去哪裡斬 可能很難斬 這整個好考叫做什麼呢 好考你對原作的理解功力 但這些純粹就是什麼呢 完全是腳本家自己本身 或者原作這套作品裡 你想表現什麼出來 所以明明啊 樹齡就是這樣才可以受到下限 你如果有個原作之逼在那裡 除非他直接打爆了原作 原作破壞機 當然已經神足下限了 但這就是發覺 任意而行除意發揮的時候 他的故事內容可以有多少下限 讓你看到呢 這是重點 接下來我們第一套要講 我想大家都猜到 這套東西是綜合了流行的題材裡面 很多的元素混合在一起 正如我們之前的圍內討論的時候 就是這套是這個最重要的巨人 師姐的帝國 師姐的帝國 都是Vis Studio製作的 隔鐵城的卡巴來尼拉 金桂比亞的華盛 首先要說一件事 因為劇本呢 是大河內一流 那是什麼呢 Cookiers 超戰開家 超戰開家 不是革命機 革命機 革命機才是重點 告訴你 大家都知道 這位人興的作品 我敢說 他的作品呢 對人那方面的描寫 是很足夠的 但是呢 很明顯是大家 由Cookiers 那時候開始 去到Overman 甚至是 Giu這關 他拍了幾集 他拍了幾集 他就 這是他的朋友 即是阿吉野的主力作品 他這關Cookiers 出來道歉 沒事了 所以 很明顯呢 大河內已經很充分地告訴你 他在腳本裡面 黑畫方面 或者一個人物的特色 他是很懂得掌握的 但是呢 去到一些所謂 策略 或者一些叫什麼 總之 自謀性的對決 他是嚴重不足的 甚至可以說 甚至 他這個作家 如果你說大河內 最容易歸落的三個特點 就是什麼呢 剛才說了 人物的黑畫 是很出的 第一集 你還沒知道 劇情的緊湊節奏 拿得很對 因為他一向都做得很好的 而第三件 就是什麼 他為了人物的黑畫 和劇情的節奏 可以放棄所有設定 和細節 這也是他的特點 其實我覺得大河內 理想裡面 他是很想做 角色之間 人類智慧之間的對決 但是呢 內何地 就是什麼呢 人物他做到 他可以設定到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但是他寫不出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難搞的地方 就是在於 他可以塑造到 一個很聰明的人 頭幾集 都塑造到 一個很聰明的人 但他多集數 多起來 要他不停聰明的時候 就開始慘了 他都用了 就開始發現編劇 原來不是很聰明 就是因為 設定 設定裏面 他容許不到 他做這些事情 然後呢 就變成剛才 鏡花索的時候 就是什麼呢 超展開了 就是要爆了 所以就不停會出現 超展開了 例如眼睛會開了 第二隻眼出來 眼睛會暴走 鐵弟子 暖槍掃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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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這套東西 大家最初的重點都不是大可耐 一定是美術館 美術館 這個真是我的看點 老實說 美術館自己本身都說過 他很擔心自己的畫風 現在這個世代接不接受到 但我覺得 其實有些東西 功力的東西就是什麼 這個世界 好的定義真是大家有不同 但壞的定義 大家都有 但老實說 只要你不是真的樣貌那些東西 甚至是什麼 你不坑入木那些 老實說 你的風格是一定有人接受 而且我很肯定 美術館情嫌太過擔心 他太過擔心 而他沒有看到進擊的巨人 這家公司做出這些巨人 那間公司 那班班都是做出這些巨人 那班班 原作漫畫的巨人 那樣子都可以畫成這麼好的東西 美術館情嫌有什麼問題 我都覺得他是 沒有看過 他過度擔心 你明白 或者是一個日本人的謙虛 你明白 在每一季看文番之後 那些畫風 完全差不多養得到 美術館 看美術館 很懷舊 他有那種是 上一個世代的精細度 那種精細度 不是說 他為了突化某些東西 而可以令到整個人 他可能只是什麼 他只是三七年而已 你不要正面看他 甚至乎 其實為了突出他的畫 其實你會發現動畫裡面 其實有很多個鏡頭 其實是一個 構造的定鏡鏡頭 你突出他的畫功 因為其實他有寫實風格 而且比較舊 所以叫什麼 沒有那麼卡通 比較像正態畫 或者如果要說的話 就是當我們吃了這麼多年 文系的畫風 他是舊時代的美形 那種畫風的感覺 反而是 正如剛剛二人姐說過 就是為什麼要這麼多 close up 就是因為他那些人物的面部 黑畫 就是正正他的漂亮的地方 而且這一類型的畫 其實有一種優勢的地方 就是人物的表情變化 是很容易看得出的 其實是會 不同於是你聞到你的眼太大 或者你的鼻子 你的嘴巴 老實說 你不是EAPA的話 我以為你沒有嘴巴 就是你的鼻子 可能會說 你有鼻子嗎 不好意思 不是 終於有一個動畫 那些五官輪蓋都畫出來 對 你不會覺得突然間 這傢伙不出聲的時候 你真的不是以為他沒有嘴巴 你以為他沒有嘴巴 是新聞做的 他這些畫 他做這些 就無論是很細微的動作 每一句話 可能對影響的話 如果你在一些經費足夠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 你會看到很細微的人物的表情變化 在裡面 那OK了 畫的東西不說太多 老實說 畫的東西 大家一看就知道 這家公司 如果畫都做不好 就不應該 他應該是要 一套大作至少 各譜都是畫漂亮的 OK 老實說 對我來說 我也是想要豬死大河 我想要看喪屍的 OK 這套甲鐵城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 它是末日類型的片 即是人類 在石果僅存的地方 如何去生存 我覺得 起城牆 其實是一個很象徵 你可以說是很公式 但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表現 首先我要為辯護的一件事 不是一個人才會起城牆 人家幫到名字 讓一堆牆起名字 起城牆有時候都有 起城牆是一個很形象化的 因為你想想 你歷史裏面 就是為什麼人要起城牆 就是這麼愛的 即使原始人最基本的城牆 是什麼 火堆 山洞外面 山洞外面整個火堆 讓野獸不要進來 那也是一種城牆的概念 我覺得 這種東西 我不介意 因為 我實說 就算你現在現世裏面 突然之間有喪屍的話 我覺得圍城都是其中一種最佳的方法 所以這個我覺得不適合的 他那個背景是日本那些 他跟進擊的巨人一樣 他是把古代的日本 結合龐克風 很多時候就是什麼 很多作品就是 你外國也是 想有一些科技感 但又不想超科技的話 龐克風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他有那種技術機械人手的成文 但他又不是完全 又是精氣時代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完全全本格的Steam Punk 即是機械是粗糙的 是不精細的 狂野的 即是比較好形容 即是龐克風 對 我想看完就明白了 其實都知道 他不懂得飛的 他懂得飛 他解決了很多問題 故事就是在這個所謂 有一架列車 甲鐵城 甲鐵城是他們那一架 不是 你說的第一架 是的 那一架列車 他們來到主角新區的城市 即是顯金澤的地方的時候 那個故事就開始展開了 他一開始那裡 其實他顯示了什麼 城與城之間的旅行 究竟有幾十遺險 因為就會被卡巴內的喪屍 或者應該說 為什麼一定要非用這個城不可 就是因為很多 沿途上會被卡巴內襲擊 大河內本身寫的東西 其實他第一集寫得很清楚 他清楚解釋了幾件事 首先就是什麼 城與城之間 和喪屍 應該是卡巴內 就是喪屍 沒錯 他們的特性 和他們有多麼難遲 和他們的弱點 和被他們咬到之後的結果 他是在短短半集裡面 其實他已經表現到這件事 這個世界有多麼危險 這件事也是跟剛才鏡花所說的 大河內三大劇本的優點裡面 特點 有兩優點 一缺點 特點裡面 沒錯 他在這方面的緊湊性 是做得很好的 沒錯 還有這個第一集是很典型的大學 那當然 他在那十五分鐘裡面 那三大特點是完全表露出來的 緊湊的劇情 人物的一些黑話 和士兵那裡 就算被人咬到之後要自殺 那些事情 還有第三個特點就是什麼 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一些無理的超戰鬥仔 大家都知道就是什麼 其實被人咬到那個人 你想清楚 支槍被人拿了的時候 他放手就可以了 你先說被一道先 這個被人咬到 不是 第一個卓仔 第一個卓仔被咬到 他是把槍伸了出來 然後是要死拿回槍 然後自己伸了手 出去被人咬到 老實說 在那個劇情裡面 你覺得這傢伙是值得的 自己愚蠢的都是戰衝的事情 很多都是值得的 然後他也說 我被咬到之後 其實自己也會變成了卡巴內 所以就是死之前 那些猛士就好像 像徹復自殺一樣 他就要用自殺包 就抓心臟 抓心臟 因為心臟在的時候 就會復活成卡巴內 而下半節裡面 其實也是簡單 就是卡巴內究竟是 什麼來 怎樣變成卡巴內 甚至就是 卡巴內的特性 就是由主角 身軀 因為變成了卡巴內之後 心臟就會有個薄膜 就會保護著心臟 因為要打死心臟 令它停止行動 正式可以終結一隻卡巴內 我們一看的時候就說 哇 古鐵啊 撞針是男人的浪漫 但人家是整套武裝 你又兇身欲薄 衝滿你懷破便血袋 什麼就是男的浪漫 你真是傻 他只差了一句 沒有東西是我冠穿的 而且他沒有了響戒的強運 但其實在後半節裡面 看到就是 人們對卡巴內的恐懼 寧願殺錯 都不要放過 那正常的 你一傳十索傳百 可能會控制 沒錯 也發現後期這個 都是故事應該會出現的 核心故事的情節 就是這個 應該說 末日的世界裡面 這些神經質的東西 是你接受到的 因為很正常的 和理解的 對 因為那時候 證明了 你覺得人類出現的情況 就是 只要是非我族類 就是人 因為我一直被一個人 去咬了之後 就變成 那些人不是我作 那時候 那個恐懼很正常 很過往這些所謂 末日喪屍片的 很基本的一些描述 其實這種描述 它有自己的一個權行 不過這個權行 我想大家都明白 就不多說了 這個權行 你用得這個字 就要吃掉它了 我想大家都入定俗成了 就算了 它裡面其實還有就是 所謂叫做 城鎮裡面 功能也好 他們的紋身 都稍微說 每個人都要做事 這樣維修 等等 全部都是建構於 物資 然後就是運送 圍繞著會移動的城 去建構一個城市 可以說是一個 當然你說 說的就是等什麼呢? 等喪屍攻入城 這個其實是什麼呢? 怎樣合理化去攻陷一個城 我們想知道 為什麼那些城 會可以淪陷到的呢? 你也說 人手擠出窗外面 人不作死就不會死的 這套東西 去到喪屍 喪屍入城 這一節裡面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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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 就是不知所謂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OK 在第一輛車入城的時候 他們說過就是 咦? 它是早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個城被人攻陷了 所以他們不停站 直飛尾站 然後跟著呢 第二輛車來的時候 咦? 這輛車準時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所謂人類的城堡 安身的城堡 是這麼重要的話 為什麼前面所謂的 哨站 完全不看過 這輛車是可以什麼呢? 毫無保留地衝進來的 不是啊 他們應該同行同檢 這輛車來的時候 要停定檢查完 所以 它停不了 但停不了的時候 老實說 你遇到 這輛車是什麼呢? 他們都說過 你這樣行走的時候 這輛車是有機會 完全被攻陷的 沒錯 其實很相對地 如果你作為一個 末日禁神經質的人來說 我一定會想到 什麼呢? 我怎樣在前面 我就知道這輛車的狀況 然後跟著 如果它發生狀況 Pan B是怎樣應對這輛車 但是這輛車是什麼呢? 咦?它不停了 怎麼辦? 哇!衝了進來了 喂!怎麼辦? 拉一條橋 然後拉一條橋 又怎樣? 那一條橋也是要撞進來的 開始不能放一條橋 第一輛車是停定 然後才下橋 對啦 這個故事教訓了你 直衝車是需要分開檢定的重要性 是不是? 所以你這樣一地兩檢 那些喪屍都會收進來 這樣就不好 有嗎? 那是什麼? 第一輛車明明是有做這件事 但第二輛車他不做 有特權 所以這也是大學來講 他可能發現 如果這樣做的話 那些喪屍就不行了 太安全了 他發現了 不好意思 超大型喪屍 不可以這麼安全 對啦 我又做不到一隻兩米的喪屍出來 超大型喪屍出來 不可以的嘛 怎樣呢? 沒辦法了 唯有令你腦殘 你沒問題的嘛 人不可能 但這個也是 我們看開的大學 就是 這個位置 沒錯 如果你不去完 你會覺得 沒有的 那些喪屍好像很厲害 他們這些 特殊情況 你避不到他 但是你細心想 就是說 他之前 整集的時間 說一些人的戰戰兢兢 的戰戰兢兢 現在小心 有殺錯沒有放過 但是 然後 轉頭又來了 轉頭就馬上老殘 這個也是安定的大河奈 沒錯 對 甚至乎 他城與城之間 這麼重視這件事 有機會發生這個危險 他沒有一個 很合理的應變計劃 如果你其實 想到你要有安檢 這些情況 其實你應該 在那個車站裡面 畫一個 叫做緩衝區 你應該是在那裡 做完所有的檢疫 確保沒有問題 才放人進城 應該是要做這些 但我在動畫上 真的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 細節上的東西 這部動畫真的做得沒有 最厲害的就是 車進了城 再檢查 不要說我不要聽 車只拿了一兩隻 你維修也才出來 而大家就知道 你的車快速行駛的時候 現在去到很細緻 你可以說我們跳過頭 但老實說 我覺得是一個 需要留意的細節 因為 你就是要服用我們這一班 設定狗 你有設定 我們當然要什麼 你的車快速行駛 然後 你不可能在快速行駛的時候 你又給我要鑽進去 車內 看有沒有 卡巴伦咬著 管鑽在 跌滑跌滑 究竟 老手 有測著 有機會的 但你進城市 進城市 然後咬開房間 他就咬你 他就咬你 你不要玩 這個所謂檢疫 的方式 在一開始 不過尤其都有 算了,你在中間前面還有一個停車的問問 你會問一個很低B的問題 你有沒有卡巴內? 有沒有卡巴內? 死光的就沒有 就是那句這樣的對白 我都算了,我放過你 但去到第二位,我真的放過不了你 因為你忘記了前面的設定 去到就說,入城吧,打王 當然,都是很大河內式的劇本就是什麼呢? 主角的不幸,主角由尾集那天開始 無論是革命機也好,Codegears也好 或者是Gilty的關就好一點 Gilty的關就好一點了 Gilty是第二集第三集 他也是十幾集才沒有王之力 我叫王之力啊 主角因為一個不幸 就成為了人像人,鬼不像鬼的存在 這個反而跟Codegears很像 為什麼會說是一個很大河內第一集 就是這件事 最後一定要有一個轉捏的爆點 令到他成為了一個特別的存在 是的 在劇歷上 你可以說這個手法 我完全接受 真的會吸引到 究竟他下一集會變成怎樣 這些是編劇ABC的東西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這些是下回預告的技巧手法 OK,沒有問題 當然你說他終於在美裏也試到他 其實他又說他試到他知撞針 真的有效了 但他也很遺憾地被咬 然後差點變成Codegears 他就用一些方法 他理解 因為他研究Codegears 所以他就沽著一堆地 只要細胞不上腦就應該沒有什麼 對 對 成為了一隻寄生師 人不像人鬼 他在那裏名字是私人 連絲 卡巴內 在第二集裏變成 像立體基隆裝置的物體 是很像的 他不懂得飛 噴氣 那些東西 都不能夠打穿那個心膜 男主角 開了第二集 哇,很威風 看到他怎麼帶著這件武器 憑著超人的體力 然後就可以迎襲這一個 簡單來說 會噴他的釘槍 然後在第二集裏 你就會看到各種人去阻止 卡巴內的方法 你就會覺得 新居其實你被人咬 真的很不看 不是啊 即是 我成主看到這件武器 算了吧 走得這麼近 才打一隻喪屍 完全沒有效率 沒有技術 沒有什麼 沒有安全可以 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他在這裡 這也是大學來自己穿崩的地方 你看到就是 在 無名 即使你不知道他的身份 無名 用他的身體能力 他不停去打到卡巴內 但是他們是不攻擊心臟的 然後就躺下了 尤其是在第一集 我只是在第一集那裡 才會再打 切頭 然後就說 然後那個問題就是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新居你的研究真是低能 人家斬頭就可以了 斬頭就躺下了 你看到就是 如果在觀眾的角度來講 那件事是死了的 是啊 即是告訴你什麼 其實 心魔不是唯一的弱點 接著大家去看官網 或者一些雜誌設定裡面 他是補了設定的 他補了一個設定就是 有什麼 甚至斬頭 只是影響他的行動 他是未死的 但他這個補鑊其實也是很差的 我問一條常識題 一隻喪屍沒有了頭 他用什麼咬 他手會抓 阿森他不是就被人抓了一隻手 這樣的話 其實他也沒有什麼威脅 他只會一直纏著你的東西 最佳的方法就是人棍搞定 沒錯 你心魔很厲害 但是你的手不厲害 我斬了你 斬了你的頭 你用腳什麼 但是你要做到這件事才行 因為其實那些喪屍的靈敏數 敏捷度 其實比人類高 是的 沒錯 耳仁姐說這件事是很有道理 但是就是什麼呢 你令到先前那個所謂叫做什麼 身軀那個發明 那個衝擊力 是不停地打他 近距離其實不用的 遠距離你爆到他就OK了 接著就是有一個問題 誠珠說 其實如果只要夠出力的話 其實我是不需要你這把槍的 你這個發明其實是沒用的 想拿轉你 No way 危險 應該不行的 我想爆了一定要爆心的 但頭切了的話應該都可以 我想他不需要殺死那隻東西的 其實他們不威脅到你 應該沒問題的 那個設定 你開來就想到是什麼 他們要說到就是 他因為沒有補這件事 他說到就是 是不是頭色在身呢 他之後都沒有說到 怕什麼斬了頭 最搞笑的情況就是 剛剛也是要說回大河內三重點 我也是要 第三第三重點就是 為了角色的塑造 可以放棄細節和設定 很明顯的 你為什麼要鋸著頭 就是因為型 就是因為露內褲 要那一下回旋拍 Exactly 其實他可以 You've got the power 可以不那麼傻碎 一腳踢到心臟那裡也可以 因為他才可以 所以就是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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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腳踢到心臟 女主要踢得穿的話 那麼新鎮的人是廢 所以他不能踢得心臟 男主角專利 可以貫穿心臟的技術 一定要由男主角發揮 這是所謂的男主角外掛 而且他決定要比較無明 賣兩隻Figure的關係 一隻就是要回旋腿的釘鞋Figure 以及第二集的武裝Figure 還有我覺得他們寫的時候 是搞亂了喪屍和卡巴尼 設定上卡巴尼要弱點是心臟 不是頭 喪屍要弱點是頭 搞亂喪屍這東西 他們在斯里帝國都試過一次 我也不出奇 他們都搞亂了 老實說 他們真的要上這一次 喪屍心態輔助班 他們要搞清什麼叫喪屍 設定了卡巴尼 弱點是心臟 你不要搞其他東西出來 他經常有個問題 就是他自己設定了一隻東西出來 他經常都寫一刻發覺 我不是寫喪屍 開始有一個錯覺 其實第二集裏面 這個台灣的逃出戰 其實那個位置沒有細節 因為逃出的話 就是什麼 開武箱 最重要就是走 走 走是沒有邏輸可言的 在走的過程 當然殘存的人合流 上車 然後開車 固有的情節就是卡住了 不是被阿無明 騷了一段他的技術 不得不提 大學內寫的 懶叫做智慧 其實應該是這樣 有一個很冷靜的角色 阿來曬 就是那位 Trumpel那位 旁邊的武士 武士 那個武士 不停是用一些 很冷靜的 冷靜型的角色 我不敢說他自謀型 因為大學內的角色 是沒有智慧這件事的 由身軀上車 然後被人咬了之後 然後被人扔下車 這個位置也很正常 你說你是而已 在我們觀眾臣時 你這麼混蛋 你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 他叫你決斷 我又不知道你是什麼 你一刻 回眸一時咬一口 正如新區的朋友 情深一樣 就算是幾朋友 都知道你 我真的相信你 我們一起研究這個理論 但是是什麼 他那一刻都會害怕 大哥看到你 大哥那個理論 是啊 重點是他貫徹始終 他一直 這個人的感覺 給你看就是 他寧願有殺罪無放過 既然他知道有這個存在危險 他踢你下車是很正常的 所以都好的 因為尤其看來後面 故事一章 一直都保持 是他的聲線 和私人 這些三樣東西 所以 如果那些人 不關自己 這麼快打臉 這套東西就很有問題 然後 阿來曬 叫做等新區救了他們之後 被無名著迫回上車的時候 我覺得 整套東西裡面 真是 GPK那個人 那個對白 都不愧是來曬 那個對白 他說 他說 我現在要做一些 我現在要做一些 很無情很仆街的 他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什麼 你救了我 我踢你下車 真的 以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視點來講 他的最大原則就是 確保一切的安全 你救了我 大哥 就是說 他的救其實是什麼 我覺得 那個credit 有一點點不夠 就是說 你應該是什麼 這個角色應該是什麼 給一定的尊重他 但我依然會踢你下車 不是的 第一集 那個人救了他朋友 救完之後你是喪屍 他變了 糟糕 沒有分別人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他給不到這個角色 他給不到這個角色 那個做事條理分明的東西 老實說就是 你救了我 沒錯 你是我們的恩人 但是 在這個恩義底下 多謝還多謝 踢你下去 但是他那個時候 為什麼要謝謝你 我現在要踢你下去 我知道你救了我 那怎麼辦 沒錯 如果來曬的那個反應 我仍然覺得 非常正常 因為一般的人 應該這樣想 大哥他始終是C C就是敵人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來曬的角色就不會突出 沒錯 都是我們會說的 一些角色特性的話 你覺得這個角色 他不想他身不由己 大哥 可能你都會 很熱的 會不會突然 抱著他 我知道你很辛苦 多謝 那些事情 OK 但他說這句 純粹是會變成什麼 他跟一個平民是沒有分別 如果是來曬的 他可以這樣說 我為了這部車的安全 為了一絲的安全著想 我不可以被一絲的 可能性在那樣 拒絲 拒絲拒絲 拒絲拒絲 然後不如你走 我覺得這樣 或者純粹跟他說道理 我說完這件事 我為了這個車安全 請你離開 那種 你才會讓我看到 這個人在車裡面 真是一個與眾不同 大家都知道 川普是一個花瓶 應該叫做搶佛分靈 他應該做到這些事情 對 所以他做不到 他純粹做了一個老殘的角色 讓我看到 他跟柱形一樣 柱形 看見我 卡巴羅柱形 那樣 聽得心就發現 原來除了川普 也有老殘 在第二集裡面 大河內的爆點 就是什麼 告訴你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人類和私人 我們就是介乎人類和私人之間的 爆點不是心靈感應嗎 找人可以開個手機板 然後男主角說 我聽到了 我要搞定他 你已經聽到的 那些第六感味很難說 也都是剛才 大河內的三大特殿是很重要的 你要去分析已經很重要 這些就是細節的問題 不是你聽到的 可能是這麼巧的 就是看著一個車 那樣還不開 男主角的立場已經在死位 那裡 就是看著那個要救這麼多車 他很立志去做這個英雄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推個桿 就是把橋下來 繼續去 可能這麼巧 就純粹不是聽到什麼 因為甚至你說人物 第二集裡面 其實動作場面是佔據大部分 所以其實很多 一些細節就 無論就是 川普的爸爸的主公 變成的人 在車前面 那種兩難的局面 不多 沒有兩難 車不是他駛 就是 你見到就是來殺 糟糕的地方就是什麼 他說 他不是你爸爸 他不是你爸爸 就是他 剛剛他來殺 就是人就是人 不是人就是人 來殺根本就是計劃通的 這種人 還不讓他叫拳成功 一看就知道 這個人 真的 其實他想說 對來殺來說 只要他一絲不是人 他就不會當他是人 這個就 因為這些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 因為是 但也是那樣東西 所以他就是全世界的人 其中一個人 沒有特別 然後你說OK 在第二集裡面 他說沒有命 知道了就是 介乎於私人與人類之間的存在 第三種族 卡包內納 就是 第三集最主要就是 解話 其實就是 某種意義上就是解話 以及就是 講他們的出現困局 出現困局之後 怎樣處理 那個順序是有的 他一定是有順序的 不過你說順序和順序之間 裡面有多少挑戰 你不知道 有多少細節上是犯了錯誤的 雖然大家第三集的重點 如果大家 就是 一些聽眾 看開一些 一些動漫的專頁裡面 大家都看到 大鵝柳這次進步了 他將革命機 精彩劇情的龍松 壓縮在第三集裡面 已經有推到 又是要暴走 又是要吸血 還要推到 剛剛的女兒 真的算快 在Cookiesus也要20集才暴走 人家要更快 不是革命機都要在尾才暴走 這套巨民只有13集 所以要快一點暴走 好像是要快一點 如果不是這樣 有50集的時候 20集才暴走 20集的時候 第10集才暴走 第三集暴走 差不多 三分一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 那位是開玩笑的 我覺得按下他 我覺得是合理的 吸血 他就是想告訴你 所以他特別理解 你不要告訴我 如果第四集他是搞了他 我覺得OK 又要寫這些出來 沒有辦法 那就革命機 第四種族 不是 只是一個變態 你說你要吸血 你寫那種什麼 沒有人說卡巴內 你不能吸血 不能變態 反而是第三 我覺得有一個地方很奇怪 就是那個孕婦 究竟為什麼會變成卡巴內 其實 因為這樣說 沒有很詳細 這些都是所謂的 被咬之後 究竟是什麼時候變呢 最恐怖的地方應該是問 為何那個寶寶會變成卡巴內 但是孕婦不是卡巴內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沒有說過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沒有說過 其實之前那兩集 我們一直看到 就是說 我們的理解就是 這些人被卡巴內咬了之後 他會過一段時間變成卡巴內 但是你看第三集的劇情 孕婦沒有被人咬 難道他的胎兒被人咬 怎樣也咬 慘了 我想到了 他是合乎第三集的劇情 一隻卡巴內搞 又沒有這麼快 十月懷胎都沒有 我馬上猜到他想說 是不是很新秀的劇情 又要搞 又這麼快 三個新秀的寶寶 離開城好像一天都會 神經病 那個寶寶不是那天搞出來 喂呀 現在太異形了 喂 喂 你那個位 他可能很早之前 可能 他丈夫 被咬之後 然後跟他搞 然後他老公 然後變成卡巴內 那就剩下一個 不要說了 你說有卡巴內的肌肉 可能是之後會出一個漫畫 我喜歡什麼 卡巴內的肌肉 之後第一次 不知血液會傳染 液體就會傳染 我其實不是很肯定 孕婦有沒有被人咬到 應該就是沒有被人咬到 才會出現 因為他們想才會檢查 那一刻無名 那一刻無名 他們看著就感應不到 對 但那個寶寶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個非常邏輯的人 是 根據邏輯推論 就一定只能夠是什麼 有一個卡巴內的 就是被感染了的人 跟他發生了關係 然後跟著這樣的話 就導致他的胎 變成了卡巴內 還有一個可能性 那所以 結論就是 但 川普很懷疑 還有一個可能性 卡巴內 只是咬他的 寶寶 不要咬他 怎樣怎樣 夾三打 夾三打牛 好厲害 怎樣咬他 大哥 那你要問那個問題就是 卡巴內裡是否有奇人種 不是 矮人種 這個 雖然你很嘗試很邏輯去解決 但我完全覺得 這是一個大河辣第三點 為了表現無名 是一個心狠手辣的私人的關係 不是 卡巴內裡的怪 所以要殺人婦 我純粹覺得是第三點 老實說 他心不心肯手辣的東西 你前幾集已經看到了 其實 但那一幕是夠攻擊力的 不用的 你只要安排那裡 突然有一堆爽司衝過來 咬人褲就可以了 因為劇里來說是這樣的 他們跟一些嬰兒 就覺得很開心 就像是人的時候 是很諷刺的 一個懷著胎的人 就被殺死了 不用的 很大對比 這個問題不重要 告訴你 你照玩一玩 然後一堆爽司衝過來 有一個是大老婆 你照殺 無約 情況沒有分別的 你不知道男人是甚麼名字 總之有個大老婆來就殺了 重點錯了 重點就是 嬰兒為何會變成 現在的嬰兒為何會變成卡巴 你重點錯了 錯了為何是你 是一個心理學 是一個心馬學的問題 病毒的感染是來自於 經到這個傷口傳染 我們要給大學一些信心 他還沒說到 這個卡巴內是怎樣 可能這個是復刻 很難說的 我明白了 首先我們明白 說她是大老婆 其實女人沒有說她是大老婆 是其他人說是大老婆 沒有人證實過她是壞人 她沒有自然過壞人 她好像有說過一句 我殺不了你出來 其實 是啊 她有說過 還沒 OK Oh sad 已經封殺了這個可能性 但我們已經這樣 但反而我覺得 孕婦其實已經知道 她肚子裡的那個是卡巴內 對 因為她說了 我覺得 你沒可能知道 你肚子裡的那個是卡巴內 你只能夠知道 你搞你的那個人 那個人是卡巴內 這個是一個邏輯問題 不過這樣 不是這樣想的 你想的事情 老實說 一個沒有超星波的年代 你連她是子還是女 你都不知道 你會知道她是卡巴內 你不要玩 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尤其通常這些動畫都很喜歡 最後要故事 如何出現這些異形生物 在世界上 都很喜歡說這些 那她竟然是這樣 其實畫面真的是復筆 很難說 算了 第一隻卡巴內如何誕生 可能就是 不知道 大老婆 算了 大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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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底子花了 你要明白 她寫這些東西 老實說 連強姦也寫得出 老實說 你不要讓我看死她 某分鐘她說了一句 最後就是 搞了川普之後 然後川普生了一隻卡巴內納 卡巴內納出來 一個私人和人的存在 一個完美中間體 出來 你出來不像 這是第四物種 不是 這是雖然陰陽師的 劇情 所以 暫時來說 大家聽到 三集裡面 我們對大橋 是沒有任何的懸念 大河內最寬樂的地方 她永遠在一個細節上 通常的超戰都超越 不知道在哪裡 被人捉到 但是 那個捉到我覺得是什麼 我深信 任何現在 任何的聽眾 任何的觀眾 都捉到 只不過是什麼呢 你想到多遠 你的邏輯有多強 你的跳躍思維有多強 這些劇情勢密度的東西 大河內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它滿足了我這些是什麼呢 這是另類享受來的 老實說一句 正如當年Code Kisses 當你看Code Kisses 一開始的劇情 就算一開始的劇情 也不可能完全找不到套在的位置 但是因為劇情夠緊湊 角色夠有魅力 故事的吸引你 你會自動覺得 都OK的 沒有問題 其實是一種嚴肅的搞笑 你可以在他的嚴肅的劇情裡 找到很多 所以他比革命機有進步的地方 就是什麼 他至少有嚴肅的搞笑 不是完全是搞笑 有錯誤就是 這個真的沒有學校 沒有學生 也可能是這樣 Mingo也是學生 阿鎮他好像也是學生級 你不要說 可能去到那個城 已經開始有學校劇情 你已經 去到那個城 我們這個鐵路隔壁城 就是一個城 就是國家 就是獨立國家 老實說 這套東西我覺得 客觀而言 他的娛樂性是充足的 他的娛樂性 官能上 不用腦的 官能上的刺激 完全滿足到你 你不想用腦體的話 你用腦的話 不要緊 你只要用得夠足的話 你一樣得到 跟我們充足一樣的樂趣 有另類的樂趣 你只是第三冊裡面 你看到我們的激 那個完全是一個 一個學術的討論 一個邏輯的推理 邏輯的學術討論 有雞仙還是有蛋仙的問題 這是很深的 但是 很有娛樂性 我只可以說 暫時到 這剎為止 也是一個沒有脫掉的大河內 也是一個 大娛樂危險的地方 就是其實 他如何收尾 因為他收尾的能力 的確是 過往的紀錄裡面 都不是太好的 或者應該說 尾可能收得還可以 但中間就步手得很厲害 這個河心來的 原來河心也算是尾 收得還可以 不要緊 河心的尾收得還可以 你只看頭那集 跟尾那集 這方面是可以的 大河內未到這麼過份 的確 拭目以待 大家 但是 anyway 這套我都覺得 無論你想看作畫的 美術館呈現也好 或者是想看大河內的劇本也好 都是值得一看的 一句講完 大片 一套這麼大片 通常你都會有興趣看 一套 每面都區原的 這套 大家當然沒有懸念 這套 我們一定會看得完 沒錯 到時候 我們可以有多少套租 大家當然要拭目以待 老實說 我覺得一定是不決的 沒錯 好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繼續